北京时间12月18日 拜仁主场对阵狼宝 这是本年度拜仁最后一场比赛 也是来万的里程碑之战 如果能够打进两球 他就将打破C罗69球的自然年进球记录 可惜的是 这一场比赛 他只打进一球 没能打破C罗的记录 此一才开始几分钟 拜仁就取得进球 队友射门被挡出 皮球刚好落到穆勒跟前 结果他轻松不射破门 场上比分变为1比0 下半场开场后不久 拜仁就送出两连击 彻底终结比赛悬念 第57分钟 牧帅前场挑转 乌帕梅卡诺狮子甩头 把场上比分改写为2比0 两分钟之后 萨内打进一记世界波 他在禁区线拿球后起脚 打出了一脚无解的弧线球 对手门将无能为力 场上比分也变为3比0 不得不说 拜仁的进攻却是摧枯拉朽 狼宝拼尽全力也无济于事 第88分钟 来万接到队友的投球 最终凌空扫射破门 场上比分变为4比0 可惜之后 他没能继续进球 而郎宝更是 无力威胁败人大门 最终这支在欧冠出局的球队 客场0比4 惨败给德甲领投扬 本赛季 郎宝双线溃败 他们在德甲 没能延续上赛季的强势 欧冠也被淘汰出局 不过尽管如此 他们在这一场比赛中 却暴冷只让来万打进一球 导致这位波澜巨星 没能打破C罗的记录 在此之前 来万2021年 已经打进68球 他只要再进两球 就将超越C罗69球的记录 赛前 大家都认为 来万进球不是难事 因为本赛季 他在德甲 已经打进18球 甚至比狼宝全队 还多一球 可惜的是 这一场来万运气极差 像第76分钟 来万射门时 对手门将 竟然用脚把球挡出 可以看到 来万的脸上有多么绝望 假如这一球能打进 来万就没开二度 打进个人本年度第70球 可惜最终来万只是追平 没能打破C罗的记录